弟兄姐妹 我们人之所以会犯罪 就是因为我们在顺服权柄这方面出现了问题 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当初犯罪 就是因为不顺服神的权柄 反而顺着自己的私欲就掉入了撒旦的陷阱 一直到今天人类还不是很喜欢顺从权柄 人都喜欢自己做主 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 不喜欢被其他的人或权柄来约束 原来罪的根源就是人抵抗权柄的问题 整个宇宙里拥有终极和最大权柄的就是神 这位独一真神也赐下最高的律法 叫人遵守而蒙福 然而人却不愿意顺服 所以人是首先抗拒神和违背神所赐的律法 如果人连神都可以藐视 更不会怕人和地上的权柄了 其实这世界很多的不法之事 都是因为人不能顺服权柄所带来的 因此圣经不断教导人要顺服权柄 不但是顺服神的权柄 也是顺服神所设立的各种地上的权柄 原来从人一生出来 神就借着父母教导人顺服的功课 十戒是神律法的根基 而在十戒的其中一条戒命里 神就命令人要尊重神给父母的权柄 出埃及记第二十章 当孝敬父母 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 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当然在这第五条戒命之前 十戒的前面四条 都是命令人要崇高和尊崇神的 但这第五戒也延续了 神要人学习的顺服的功课 从顺服神的权柄 到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 其实无论是基督徒或是非信徒 人一生下来 首先接触到的就是父母 所以父母可说是 人学习顺服权柄的最初对象 通过我们与父母的交流 我们学习何谓尊重和听从 在我们之上的权柄 如果家庭中的权柄系统瓦解了 也就是说 如果做孩子的 连生他、养他、爱他的父母 都不懂得尊重 那么你就会看到 社会也会变乱 也会有人不顺服权柄 不服法 如人不怕执法人员 无法无天的行恶 学生不听老师的 员工不听老板的 公民不服政府的等现象 结果 整个社会和世界 就会变得很不安全和混乱 因而走向毁灭 所以人不懂得尊敬父母的背后 原来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就是人不敬畏神的问题 其实 神颁布这第五条戒命 设立家庭的权柄 也是为了教导人顺服其他地上的权柄 以带来社会的秩序和人类的益处 除了父母以外 神为了人的益处 也设立其他地上有权柄的人 为敏斯德大药理问答第124题 问道 第五届的父母是指谁 其答案是 第五届的父母不仅是指肉身的父母 还包括在年龄和恩赐上超过我们的一切尊长或位分大的 特别是那些按照神的典章 在家庭、教会、国家中在我们之上有权柄的人 在新约里我们看到 神也吩咐人当顺服其他在地上被神授予权柄的人 罗马书第13章说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 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 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 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 抗拒的必自取刑罚 因为他是神的用人 是与你有益的 你若作恶 却当惧怕 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 他是神的用人 是深渊的 刑罚那作恶的 经文说到 世上没有一个权柄不是出于神的 并且神设立这些权柄 不论是家长、老师、老板、政府、教会、领袖等 都是为了人的益处 其实若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 自然也会同意 我们都需要在一个有问责的体系里 以防止我们随意自如的犯罪 坦白说 若没有任何的制度或权柄系统或领袖监督我们 使我们收敛我们的罪性 我们很容易就会放纵情欲的 并且有权柄的人若是合宜的使用神给他们的权柄 行公义、处罚作恶的人、为受区的人申冤 这也是与我们有益的 那我们当如何顺服权柄呢? 彼得前书第二章说 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 或是在上的君王 或是君王所派 罚恶赏善的承载 因为神的旨意 原是要你们行善 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 勿要尊敬众人 亲爱教中的弟兄 敬畏神 尊敬君王 注意,经文是说为主的缘故顺服 而不是说等到领袖或制度完美 无缺陷了,才顺服 没错,地上有权的人也是罪人 当我们要顺服罪人和不完美的制度时 我们难免会有挣扎 我们也会怀疑 那持有权柄的人 组织或制度值得我们信赖吗? 但我们最终要问的是 神值得我们信任吗? 我们能够相信 神能借着他所设立的领袖与权柄系统 万事互相效力地带领我们吗? 我们能相信 若某个领袖或权柄系统不合神心意 神按他的时间和方式 也会将他除去 而把权柄交给另一个更适合的领袖吗? 我们顺服地上有权的 不是因为他们配得我们的顺服 而是因为我们敬畏神 为了主的缘故 我们才顺服 我们这么做时 也是为主做好见证 使人没有理由毁谤我们和我们的神 不过我们要记住 使徒们给我们的大原则 就是服从神过于服从人是应当的 所以若地上的任何权柄 要我们违背神 我们不能听从他们 但若地上掌权的不是吩咐我们行神所禁止的事 或是阻止我们做神要我们做的事 那我们没有理由不顺从他们 弟兄姐妹 我们罪人都倾向于体贴自己 不爱顺服神或人 当然 我们首先要顺服的就是神 但神设立地上的权柄 也是要操练我们的顺服之心 以致我们不会习惯我行我素 要记住 罪的根源就是一颗不懂得顺服的心 但盼望我们都能谦卑顺服神 和神所设立的权柄